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这时候的软流症心里更明镜似的 她没有随便地接受学律师的礼物 只是把她当作挡箭牌来不断试探宁志谦的态度 宁志谦则因为粗意大发 反而爱得热烈 爱得疯狂 其实不难看出宁志谦也是属于闷骚型的 不逼她以下真是不会说出爱那个字 打算复婚还需要求婚吗 在北亚医院的楼顶天台上 宁志谦向软流症顺遂说了句 咱俩把婚妇了吧 看看哪天有时间 宁志谦听到软流症问 你向我求婚了吗 直接认住了 因为求婚儿子离她太遥远了 有这个必要吗 别忘了 跟软流症初次结婚时 宁志谦就没有求婚 是软流症上赶着跟她婚恋的 然后两人闪婚闪离 看到宁志谦通过电影院的大荧幕 向软流症浪漫求婚了 医院的同事们在次日准备给他俩一个惊喜 就在办公室里打出礼花 祝愿宁医生和软医生百年好和 软流症忍不住给他开心 宁志谦却直接扳起脸来 问这是什么时间啊 别在上班时间搞这些没用的 宁志谦一句扫兴的话 令现场气氛尴尬起来 事后软流症问宁志谦什么时候把婚纱照去拍了呀 宁志谦喝着粥问 那还需要拍吗 他俩之前拍的那套就挺好的 直接拿出来挂上不就行了 有那功夫休息一会儿多好 静着那些没用的 还有那戒指 他也留着呢 要他说啊 以后真别麻烦了 软流症不在的时候 这饭不也是照样吃了吗 看到软流症一脸茫然 才明白当初两人离婚的原因 就是结婚前宁志谦没有像他求婚啊 宁志谦也真的是什么都没自己的面子重要 前一天还求婚成功了 第二天同事给他庆祝时 他又感觉自己求婚被人知道没了面子 将同事骂了一顿 这下软流症就不干了 软流症这边好不容易哄好了 两人开始筹奔结婚的事 宁志谦又当起了甩手掌柜 什么都让软流症做主 让他看着办 这样软流症很不舒服 这时候软流症又在宁志谦电脑上看到了他求婚的策划案 软流症才知道为什么宁志谦能想到如此浪漫的方式求婚 原来是花了重金 又问了好闺蜜谭雅 知道宁志谦没打算让同事去参加他们的求婚 同事都是谭雅叫过去的 所以宁志谦第二天看到同事庆祝才大发脾气的 软流症知道真相后生气地走了 也因此晚上喝多后 第二天没能去民政局办理复婚手续 这下宁志谦可气死了 跑去找软流症质问 可软流症也在其头上 直接提出了分手 这一幕被男儿薛伟玲看到了 薛伟玲以为自己有希望了 就开始追起了软流症 不仅参加了医院的团建 故意和流症亲近 还每天送爱心餐 这可将宁志谦酸死了 直接狂吃烤串 吃到胃疼 真是活该啊 吃醋剧情是偶像剧的收视保障 但是宁志谦的吃醋戏码让观众产生生理不适 她并不是出于爱情 而是因为她觉得女主是她的所有品 前夫前妻分手也好 复合也罢 编剧请你不要和和薛律师了 让她好好搞银子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